咱家的風水 各位四方三知識 大家晚安 今天是中華民國84年1月2號 昨天我們在林口大體育館 舉辦了一場 21世紀一有年 中華民族聯合祭族大典的盛會 成門各界的支持 各界給我們的鼓勵和肯定 讓我們更加有信心 來做好中華民族 炎黃祖身 心靈心 手牽手 共創世界 爭和平 面對到新的一年和未來 我們要有很誠懇的心 各種不同的方華來序言 來洗言 來結未來生的緣 所以我們今天在中華民國 九十四年的1月2號 剛好年初都開始 我們大家都以歡喜的心 來迎接到未來 我們也希望在這裡祈禱 然後我們農天護法 寶蒼生 化解干戈習戰爭 我們只有在這一種心境 我相信我們今年國家會漸漸的安定 社會會漸漸的祥和 在中華民國九十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 因為一個姻緣 將我們國家 三二零總統的選舉之事情 以各種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角度 來探討 將本人 所提的理論 理論 就是以德服眾的理論 順天的理論 各種不同的立場 作為解讀 順天意 順民心 順民意 這一種以不同立場的解讀 除了感謝各位 大家 對本人的關懷以外 若是本人的一些理念 各位認為不成熟 也歡迎各位給我指教 給我指導 但是要求不要捏造另外一種事實來毀謗了這個法 那麼我真的不敢領受 也希望我們大眾媒體朋友們 我們要共同安定社會的民心 我知道各位媒體朋友們 你們以不同的角度出一些課題 給我們全國同胞們 給我們全國同胞們 社會大眾們 一種腦筋的激發 給各位一種 一種兩面 左右 不同的間接 不同的思維空間 來給大家一套 找到中道的修行法文 我知道各位媒體朋友們 你們用心之苦 用心之良苦 可是我們社會大眾 我們國人 往往很多在各種媒體報導一件事情的 兩面報導的時候 我們盡量了解到整個國人的思維 教育等等 能夠給大家盡量以光明面 來開發我們每個人的光明的心裂 這即是功德無量 若是我們以另外一面 黑暗的一面一直報導任何一件事情 那麼所給國人帶來的煩惱的時候 那麼也是不幸的一件事情 那造成社會更加大家不安的時候 因果個人去負責 所以我也說到感謝各位 這一次給本人對社會事情 以不同立場來 來表達每個人的思想空間 和思維的境界 所以我們鬼谷先師有一個戰績 一娘日月最常生 可惜天理難分明 若有真聖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鬼谷子是誰 是我們念在心靈的大智慧 的生命 是名鬼谷子 所以鬼谷子不是人 鬼谷子是法 那麼相對我們社會 任何一個人代表當時與世間 代表整個全民的寄託 希望或是理念智慧的激發等等 也都名為鬼谷子啊 這是法不是人 當然佛子也是各種宗教的上帝 天地 主等等 也是代表我們的心 所以我們全民都要有這個心 這個安定的心 和諧的心 不要有一些稱恨的心 就是代表整個我們國民的國格 人格 民格 社會之風格 所以我們面對著 九十四年新的天運天積 運要開始的時候 我們除了一種期望以外 我們祈禱 農天護法 寶藏生 化解 干戈 洗 戰爭 那麼各位 我們在世間上 所有一些鬼 所有一些神 都是法呀 是神 是鬼 菩薩 佛 多數 法 孔子 開示 敬鬼神而遠之 敬鬼神而遠之 不是叫我們說 看到鬼我們要離遠遠的 拜神也要遠遠的 不是這個意思啊 敬鬼神而遠之 就是說我們尊敬神 我們要客觀來看 了解神祂怎麼樣能成就 能夠讓人 能夠一直一直 我們都尊敬祂 拜是一個忠道 我們一拜就是十字嘛 忠道嘛 不偏不倚嘛 我們手這樣嘛 不偏不倚嘛 所以我們一個頭點下去 我們是一種心啊 一種心 所以敬鬼神 你們的鬼 就是黑暗的想法 黑暗的思想 名為鬼 名為地獄 所以我們這個人 他黑暗的思想 消極悲觀 嫉妒怨恨毀謗 黑暗 謀黑 等等 這些行為名為鬼 黑暗 那我們 還了解這個人 為什麼這麼煩惱 這麼多的苦惱 我們是要客觀來看嘛 客觀來看 這個就是法呀 叫做法 所以各位死亡善知識們 各位朋友 對社會任何一件事情 我們要客觀 我們要圓融 了解各種方式 在世間的時候 它的氣助點在哪裡 它的觀點在哪裡 它的理念在哪裡 它的利害在哪裡 是大眾之力 或是小我之力 這都是我們在世間上 最寶貴 最寶貴的人生啊 各位朋友 各位死亡善知識們 我家的風水 就是我們心靈的風水 心靈的思想 是不是順著自然 順著大眾 順著天欲 即使我心靈加重的風水妙法 各位死亡善知識 各位朋友們 世事無常 名利無常 諸法無常 所以我們在世間上 我們所追求是什麼 追求一個新案 當時佛陀告訴所有弟子們 世間上最富有的人 不是他當總統 不是他當皇帝 不是他當王侯 也不是他非常有錢 而是最富有的人 心安的人啊 心安的人 所以鬼谷先師 他的名言 就是大家要修心 修口 仰靈性 我們的心為什麼要修 修哪裡 我們的心 本來是清靜 我們的心是有覺醒 我們的心有佛性 那麼為什麼我們的心會偏掉 經過眼睛的關係 耳朵的關係 鼻子手頭和身體上的感觸 我們常常看到一件事情 你不明就離 你聽到一件事情 馬耳東空 馬耳邊風 那麼你耳朵 身體的感覺等等 妄加喘磋 那麼造成窒息的煩惱 在12月23日 我們很感謝中國時報 給我們刊登了 當時在民國92年 有一次總統經過南投 到先佛寺來拜佛 剛好也在祈禱的 當時最讓人恐慌的沙士 所以這個沙士的問題造成 上上下下的不安 而總統先生 來到先佛寺 給拜祈福 那麼我將本人 所親自書寫的天在用息 藉著總統的大福 大德 他的願力 來為整個台灣人民 2300萬的同胞 這祈福 因為總統他有這個福 能夠給2300萬人安定 他有這個福 那麼我們任何人 沒有這種福分給大家 那所以我決定就寫了 將我所寫的天在用息 聖宗總統先生 請他為大眾惜福 結果最近的媒體報導 另外有人啊 一些媒體先生小姐們 非常有想像力 聽到說當時為了選舉 所以我在什麼三個西頭 西頭園的差旗什麼 世上我們要學這個法 我只有學心法 古聖聖賢 古都聖賢的心法 柔順 謙虛 忠勇 心包 太虛 大慈 大悲 一切順天 可是我們媒體朋友們 不知道哪裡聽來的 欸 我也看了 一笑自私 任何人都對 任何人所想的也都對 個人思想的自由 但是 我們再三地強調 我們凡事要順天 不要逆天 逆天 就违背大自然的法則 那就不對了 我們最大的本錢 心安的境界 凡事奔走 大功無私 我們國務孫中山先生 給我們所有全體國民的開示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共同理念 我們來到世間上 我們都是以服務的為目的 我相信我們社會相和 相對的 我們 對國務孫中山先生 開始給國民的期望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我們心裏是充滿的 我們心裏是充滿的 花喜 充滿的合約 充滿的希望 各位朋友們 我們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情一大堆 若是大家能夠盡本分 把每天該做的事情把它做好 而且做的事情是對大家大眾有利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妨努力去做 我相信我們可以得到心安的境界 我們就是世間最富有的人了啦 心安的境界要從安心開始 安心就是外在的行為 外在的思想方式 前一段時間世界各地都一直在大地震 印度、印尼也在大地震 澳洲地震 日本到處在大地震 這個在告訴我們 提醒人們 諸法無常 事實無常 行善基德 趕快行善基德 若是我們不行善基德 你一直在計較 想辦法來污蔑 想辦法傷害 親朋好友 想辦法摸黑親朋好友 想辦法掠奪親朋好友的財產的時候 和金錢的時候 各位 我們心是不安的啦 所以在台灣921的地震 給我們一個警告 給我們一個直接的教育 和間接的開示 在南投是台灣的中心點 也就是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呢 我們要存著善念 每次都想好就好了 人家罵你 謝謝 你跟我消業障 謝謝 好 我有欠你了 我已經還了 如果我真的有錯 我要幹過 如果沒有錯 你污蔑我 那麼我謝謝你 你幫我消除業障 所以各位 我們要有這種觀念 來面對我們的人生 那麼就是安心啦 只要我們問心無愧 仰無愧天 福無愧於地 列祖列宗 聖座之前 我們所做的事情 對得起祖先祖宗的話 我相信我們很富有 漸漸漸漸的 你的好緣分 你的善緣 你的各種各種的好緣 你會陸陸續續 接踵而來 這也是鬼谷先師 告訴我們修心修可 修口 仰靈啊 靈著我們的心 我們的智慧 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識朋友們 面對著金基的年孕開始 基則是有金 有金的是心空 心要空 心空則響 什麼響呢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心量放大 將我們正確的旅願 寬廣的心念把它擴展到任何一個角落 那我們心空則響 金基 就是這個意思 金 基就是有金 有金耶 那我們就是財富 所以我們要財富 一定要把心量放大 如果你不把心量放大 會有財富 我就不相信 因為我們所來往的兩個朋友之間的生意來往 朋友他也有他的歷代祖先守護神護法神 我們也有護法神 那麼我們所有的祖先們 你的祖先們 共同的祖先們 也在看著我們世間人 行功利得 心念心量如何啊 所以我們心量大的人 我們事業都很順利 心量比較狭隘的人 我們事業都會不順利 這是一個天理 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識朋友們 我們面對了我們已有年 新的年度開始 記住心要放大 心量要開朗思想 我們要慈悲 不要想盡辦法傷害他人 為自己的落序 不要以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私心 一起之力 來與人相處 這樣的話 我們做人處事 漸漸會踏入 一些我們苦難 還有讓我們漸漸的踏入 不如意的 漸漸貴小心 不惜一花開天門 與我在花球東城 中國三族的流放 翻顏此寸一萬年